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主的帶領 讓你們 草原教會這個星期 進入婚姻週 今天要學習最美麗的祝福 我們可能曾經聽過一首歌 這一聲最美的祝福 那這一聲最美的祝福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歌詞的內容 這一聲最美的祝福就是認識主耶穌 這一聲最美的祝福 這一聲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所以這是我們這一聲最美的祝福 尤其神 藉著設立家庭 讓我們感受祂的愛 讓我們享受生命中的溫暖 這是在神創造當中最美的地方 那也藉著家庭 那也藉著家庭 讓我們感受滿足的愛 所以每一個家庭 如果要得到最美麗的祝福 應該就是要認識主耶穌 才能夠信靠主耶穌 在聖經裡面 曾經這樣記載 在馬太福音十六章裡面 主耶穌曾經問門徒說 你們說我是誰 彼得就說呢 你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兒子 當他認識主耶穌 主耶穌就為祂祝福說 西門八月娜 你是有福的 所以呢 一個認識主耶穌的人 他是有福的 所以我們 在主的祝福當中去感受到 真的認識主耶穌 這位創造宇宙望目的神 是我們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彼得他自己也這麼說 我們看一下彼得後書第一章 彼得後書第一章 第二節 願恩會平安於你們 而因你們認識神和我們主耶穌 多多的加給你們 第三節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全靜的事 示給我們 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 和美德招我們的主 恩會平安 因認識神和主耶穌 要多多加給我們 甚至呢 關乎生命全靜的事 也就是屬靈的事 也要因認識主耶穌 來 加給我們 所以認識主 我們可以得到恩會平安 可以得到屬靈的各種恩典 所以 在 所拆來的耶穌基督 五十第一章的十七節 保羅就為 以福守教會 祷告 求神 將 智慧和啟示的靈 賞賜給他們 讓他們 真知道主 其實這個真知道 真知道 也就是認識 我們可以看這個西道文 真知道 他其實就是認識 所以我們藉著聖靈 是給我們的智慧 讓我們真認識他 一個真認識主的人 他可以得到最美麗的祝福 那既然是婚姻中 所以我們 我們的 這個 課題 就是要 分享 這個婚姻中的真認識 才能夠得到最美的祝福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從聖經裡面可以看到 在主耶穌 或者是保羅 他在表達 我們人跟神之間的關係 往往就是用夫妻的關係來表達 所以在以夫所書第五章 他 談到 基督跟教會的關係 他就是用夫妻的關係 那為什麼用這種關係 因為夫妻的關係是最親密的 所以 聖經 是用夫妻的關係 來描述 基督跟教會之間的關係 那 我們要認識 我們的神 才能夠真正的去表達 我們跟神之間 應該有的一種關係 在立位記十九章的第二節 在立位記十九章的第二節裡面 這麼說 我們看一下立位記十九章第二節 立位記十九章第二節 立位記十九章第二節 你們要聖節 因為 耶和華 你們的神是聖節的 所以我們要認識神 神是聖節的 所以呢 我們要聖節 甚至到了 約翰一書第三章裡面 也表達了 所以 以後怎麼樣我們不知道 但以後呢 我們要見耶穌基督的真體 那到時候呢 我們要何等聖節啊 這是我們要知道的 因為呢 你認識了這位聖節的神 你要跟他結合 你要成為他的妻子 就是呢 要聖節 所以在聖經裡面 馬拉基斯他這樣表達 我們看一下馬拉基斯 第二章十一節 舊約聖經最後一卷 馬拉基斯第二章十一節 猶大人行詭詐 並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 行一件可爭的事 因為猶大人 亵渎耶和華所喜愛的聖節 取侍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妻 凡情這事的 無論何人 就是獻共物給萬君之耶和華 耶和華也必從雅各的帳篷中 剪除他 哇這裡講的 這個很嚴厲 說呢 他們褻瀆了神的聖節 這是在舊約當中 不只是舊約 舊約之前 我們從創世紀第六章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再來看創世紀第六章 創世紀第六章 第一節第二節 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 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 就隨意挑選 取來為期 耶和華說 人既屬無血氣 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 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 挑過來看第五節 耶和華 耶和華 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 終日所思想的 盡都是惡 耶和華 就後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憂傷 耶和華說 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病昆蟲 以及空中的飛鳥 都從地上除滅 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 神的兒子們應該就指著這個賽特的後裔 跟該隱的後裔就是人的女兒 這個結婚 所以呢 從這個創世紀裡面 神就要我們分別為聖 我們的神是聖節的 所以我們也要聖節 所以我們要得到這最美麗的祝福 就要在主內聯婚 就像這些猶太人一樣 在生命紀第七章 我們看一下生命紀第七章 神對以色列百姓的一個告禁 生命紀第七章 第三章 第四章 不可與他們結親 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 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因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侍奉別神 以至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 就速速的將你們滅絕 第六章 因為你歸耶和華女神為聖節的名 耶和華女神從地上的外民中 檢選你特做自己的子民 神在地面上檢選你特做他自己的子民 所以你要分別為聖 你不能取侍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妻 你如果這樣做就會被引誘去拜這些外邦神 我就像在民宿記裡面記載的這些米店的女子一樣 阿蘭知道不能咒詛以色列百姓 因為那是神的百姓 但是他知道怎麼樣才能夠讓神生氣 讓神的福氣不降在這以色列人身上 就是讓他們淫亂 讓他們轉而去服侍外邦神 所以在聖經裡面讓我們看到 哇真的神生氣了 就這樣瘟疫啊 要來滅他們 還好有菲尼哈 他有忌邪的心 所以呢 這槍一扎下去 瘟疫就止住了 所以從聖經裡面讓我們看到 從創世紀到他們在曠野 一直呢 甚至呢我們看到 為什麼以色列國會分裂 陳北朝的以色列跟南朝的猶大國 本來的神允許大衛的子孫要一直坐在這個王位上 但是我們看到 所羅曼王 他寵一些外邦的這些兵妃 所以呢 就為他們蓋廟 離去了神 從那時候開始 這些啊 他的敵人啊 就興起來攻擊他 到了他的兒子羅波安的時候 誒 他的國就分裂了 神 神 不祝福他 所以 最美的祝福是什麼 以以色列人來講 就是呢 在 神的百姓當中來聯婚 所以當他們被魯巴比倫回來之後 在耶路山啊 他們 能然跟外族人 來聯姻 哇 所以不管是以色拉記裡面記者 或者是尼西裡面 尼西米記裡面 都哇 嚴嚴的 斥著他們 我們來看尼西米記 十三章 尼西米記十三章 二十三節 那些日子 我也見尤大人 娶了亞什圖 亞門 摩鴨的女子為妻 他們的女兒 說話一半是 亞什圖的話 不會說尤大的話 所說的是 照著各族的方言 我就斥責他們 咒詛他們 打他們幾個人 拔下他們的頭髮 叫他們指著神 神啟示 必不將自己的女兒 嫁給外邦人的兒子 也不為自己 和兒子 娶他們的女兒 我又說 以色列王 所羅門 不是在這樣的事上犯罪嗎 在多國中 並沒有一王像他 且蒙他神所愛 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國的王 然而連他也被外邦女子 引誘犯罪 如此 我請聽你們行這大二 娶外邦女子 乾犯我們的神呢 當然 這個尤大人 他們是神捲選的百姓 尤其這種民主意識非常高 所以他們是嚴嚴被禁止 與外邦人來連親 所以最美的這種祝福啊 應該就是在主內聯婚 一直到新約呢 一直到新約呢 能然沒有改變 我們看保羅怎麼說 請看這個 哥林多後書第六章 哥林多後書第六章 十四節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父於二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那這個配 那希臘文就是配偶 不能成配偶 那為什麼原不相配 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其實在這個社會上有很多 各種條件都比我們信徒好太多的人 但是聖經裡面講的是配不配的問題 因為你是聖節 所以神要求你 要保守聖節 才能夠將他的福氣賞賜給你 所以 當然我們處在這個 不信的這個世界裡面 或者呢有一些信徒他所處的環境 幾乎沒有信徒 除了他們家之外 所以在這軟弱中 保羅也告訴我們 那你就要盡量的 用你的這個好表現 讓你的先生 讓你的另外一半 因為你的好行為感動 像彼得也是這麼說 看到你的好行為 就感動 來信耶穌 讓你另外一半 也成為這個聖節的 這樣子你的兒女 才會聖節 所以在聖經裡面 表達呢 我們要在主內聯婚 這是最美的一種祝福 其實 我深深的就有感受到 不只是在幕會當中 我自己家家庭就是 我相信我們 年長一點的 就知道我爸爸 在還沒信之前 還沒來受洗之前 他不只是每天喝的醉醺醺 最奇妙的是 做什麼都不順利 做生育 明明很賺錢 但是 沒有存到什麼錢 我們有一陣子去圓樹林養鴨 人家養鴨好好的 我們養鴨呢 這鴨子 一直生病 一直死 一直死 人家是賺錢 我們是虧錢 怎麼 怎麼都不順利 你會發現 沒有神的祝福啊 你的家庭就是不會順利 尤其呢 根據我們 教會的統計 現在呢 在主內聯婚 在會堂裡面結婚 我們每年 北中南區都會有統計 幾乎呢 不到一半 有人說呢 如果都在主內聯婚啊 我們的成長率啊 都比現在還高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不斷的流失啊 幸福不斷的流失 那相對的呢 我們會看到 當然不一定在物質上面 比較差 但是呢 在生活方面 很多 很多這些啊 沒有 在主內聯婚的 我們經常看到 不受祝福的 那一些 現象 真的傳道看很多 甚至呢 一架過去之後 隔了幾年要去訪問他 他說你們不用來了啦 為什麼 我就跟他們拜啊 跟人家去拜 我們碰到好多這種現象 尤其迷失之後 去拜了之後 相信 我們在座也有 碰到這些見證 在那個家庭不蒙福的時候 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被魔鬼 這個攪擾 或者是呢 生活當中 就是很多很奇怪 不應該發生的一些挫折 這是我們 在 主內 這個沒有 在主內聯婚啊 我們所 碰到的一些事情 那相信 我們 有一些在 目前沒有這個主內聯婚的弟兄姐妹 深深也會感受到 信仰的 那種很 沒有辦法很自然 很自由的 一個現象 那 下一代的 這種帶領的牧羊 有時候呢 更困難 所以 這裡聖經裡面 就告訴我們 最美的祝福是什麼 就是認識主耶穌 我們的主是聖結的 所以呢 我們 在婚姻上 要想到 信與不信的 緣不相配 像馬拉基斯所講的 他們做了一件 神非常厭惡的事情 就是呢 褻瀟個神的聖結 那什麼叫褻瀟神的聖結 聖結的 國民去跟非聖結的國民結合 所以呢 在馬拉基斯啊 他 這個 先知啊 就責備當時的百姓 所以我們 要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在主裡聯婚 那一時軟弱 過去的 要讓他過去 但是 我們要像保羅免疫我們的一樣 像彼得免疫我們的一樣 我們 要有好行為的表現 讓我們的另外一半 也能夠得到這個恩典 這是 一種彌補 其實 最近 我發現 我們喜事越來越多 對不對 這個 各地教會 我這個禮拜也要到龍堂去參加一個定婚禮 那10月10號 魅力也一場婚禮 那10月底 我們這裡應該也會一場婚禮 好多婚禮 最美的祝福是什麼 其實呢 就是 在主前成婚 保守聖節到神的面前 來接受祝福 這種觀念 我們在現在的年輕人的一個觀念裡面 慢慢被沖淡 所以尤其這個社會 越來越混亂 經常呢 沒有辦法保守 保守聖節 到主前來接受祝福 這是很可惜的 我們要看重這個祝福 我在前沒有多久 有一個弟兄 他結婚了 那他是在餐廳結婚 而且呢 哇 這個 聖龍 師班啊 或者什麼 哇 也是很 讓人家覺得 這樣也不錯啊 所以 有一個他親戚是傳道者 講說 嗯 我們這樣辦也不錯啊 哇 竟然有這種觀念 那為什麼 這是現在的觀念 慢慢慢慢世俗化 就像世俗人的觀念一樣 很多人呢 很多人呢 還沒結婚 就先試婚 同居 有的人呢 甚至呢 要生孩子 不要結婚 這個是現在的觀念 慢慢的忽略了神的存在 神的那種祝福 對我們的一種重要性 所以有一些年輕人 他就會覺得 有沒有在神前成婚 在教會接受祝福 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還是這樣生活 還是這樣過苦 啊其實呢 這是很可惜的 最美的祝福是什麼 啊 在祖前成婚啊 我們從這個路德記裡面 看到這個波阿斯 這個值得我們學習 他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當路德來躺在他腳下 求他 這個 批運他 求他 憐憫他 接納他的時候 我們看波阿斯是正人君子 他不會動這個淫念 他反而呢 積極去處理 我雖然就是你 一個致敬的親屬 致敬的親屬 但是呢 有人比我更親 所以呢 不行 除非他不接納 我才能夠接納 所以他處理好了之後 聖經裡面記著 路德記第四章 眾人就祝福他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凡事按規矩 按秩序 在這規矩跟秩序下面 他是一個蒙福的 所以他成為大衛的祖先 這個波阿斯 而且 藉著這個 路德 得到虔誠的後代 得到眾人的祝福 我想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我們要看重 看重婚姻 所以聖經裡面說呢 婚姻是神所設立的 在西伯來書十三章 告訴我們說 床也不可忽悔 我們床要乾乾淨淨的 一直保守到神前 接受祝福 那我們的婚姻就是聖結的 是神所設立的 所以 最美的祝福是什麼 我們要求神幫助我們 克制我們的情願 保守聖結 到神前 接受神的 這個 神 就是 藉著這個 傳道者或者長子 給我們按手的祝福 讓這個福氣 臨到我們 在我們前一陣子 都講到雅歌 那雅歌這個 家偶 他被良人欣賞的地方 有一段他這麼說 我們看一下雅歌 第四章十二節 雅歌 第四章十二節 雅歌 十二節 我妹子我心腹乃是關鎖的緣 錦壁的錦 封壁的泉緣 他是为这个 是观所的缘 紧闭的紧 封闭的泉源 而这在形容什么 形容他的一种贞结 用这个三次的一种形容 表示为他的良人 是尽心的在持守自己 我们在星期天的婚礼当中 我们也提到 这也是一种尊重 彼此的尊重 新郎对新妇的尊重 新妇对新郎的尊重 他们彼此对神的尊重 在还没 在众人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被宣告为夫妻之前 是保守圣经 这样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福 所以到了雅各的第七章 的最后一句话 说我的良人 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这个新妇啊 他所预备的这些 不是为这良人存留的 他不为别人 专爱良人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 一个最美丽的祝福 就是能够在主前成婚 接受众人 接受天上的真神的祝福 这是最美好的 这也是成功的一半 但是呢 后面的一半 就是像我们在婚礼的时候 讲的一样 我们要用神的道理 来经营 我们的婚姻生活 在传道书九章九节里面这么说 我们看一下 传道书第九章 第九节 传道书第九章 第九节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是你在日光之下 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 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 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 神是给人的恩赐 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呢 说要当同你所爱的妻 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 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 要跟所爱的妻 快活度日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 跟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呢 就是要用神的道 在生活当中 去生活 我们经常会随 这个思潮的改变 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 那在圣经里面 它是有一个真理的标准 我们经常提到乙福所书的第五章 我们看一下 乙福所书第五章 从二十二节开始 谈到妻子 对丈夫 要顺服 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 凡事顺服丈夫 现在 女权高障 不容易 经常是丈夫顺服妻子 是不是 但是呢 圣经它是有秩序的 不是这样子 这个丈夫就可以霸道了 马拉基书特别 哇 叮咛啊 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怎么说 请看马拉西书第二章 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节 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 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 遮盖耶和华的坛 以至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共物 也不乐意从你 你们手中收纳 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 来遮盖耶和华的坛 代表什么 欺负 对不对 用诡诈来带 你的配偶 在后面十四节开始 就谈到 所以妻子 他的一种顺服 不是要你欺负 反而在彼得前书第三章 他这么说 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请你与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软弱 因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我们要按请你 那请你原文叫知识 按知识 要知识因为他比你软弱 他有这个每个月 情绪不稳的时候 你要能懂得体贴 他比你软弱 有很多没有像我们男人这么强重的地方 所以我们该帮忙的要帮忙他 按请你来带妻子 因为他比你软弱 而且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 所以圣经里面在表达 顺服不是让你欺负的 顺服是妻子从心中发出 因为敬畏神而尊敬丈夫 顺服丈夫 但是接下来更重要的 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付出啊 教会 基督为教会付出 说他是没有怨言的 没有要回代价的 没有讨价还价 是完全的付出 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在谈到神的爱 说神的爱在哪里表明出来 这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 那这里在表达的 这个丈夫的爱就是这样 我们经常会抱怨 啊我为这个家庭付出多少 我太太怎么样 我孩子怎么样 但是呢 圣经里面在表达的 基督的爱 当你爱够的时候 我想那一种太太对丈夫的心就不一样 太太对丈夫的一种尊重够的时候 哎 丈夫呢 应该为他舍命都愿意 所以圣经是一种啊 谈到彼此的 彼此的一个关系 那当我们用基督的道理 把他带入生活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哦就像圣经里面讲的 以所爱的欺养 来 这个享受他们的爱情 不但享受爱情 你会发现 哎 神的福气就在这当中 所以最美的祝福是什么 啊 昏厚的一种行道 夫妻之间 心中都要有神的道 不是叫对方 你圣经怎么讲 你要怎么做 我们经常都是叫别人做 好像我们讲的这个法利赛兰一样 哦 他对道理很懂 对不对 把很多重担啊 哎 绑起来呢 放在别人的肩膀上 叫别人去扛 那自己一根指头都不愿意动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们经常讲 我们道理是叫我们去行的 当你愿意这样行的时候 你昏厚 你会发现 最美的祝福是什么 就是你认识主耶稣啊 对不对 因为你认识主的道 所以呢 哇 当你道理行出来 你的恩典就满满 福气就满满 所以这就是最美的祝福 所以我们 当我们心中有神的道 男人就不会到处拧花惹草 不会呢 感觉呢 哇 这个艳遇来了 不会 只有我们那个弟兄才有艳遇 我们都没有艳遇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最美的祝福是什么 最美丽的祝福 要主内联婚 这样才不破坏神的圣经 你让神讨厌神怎么会赐福给你 不可能 而且呢 要在主前 主的面前来成婚 接受众人 接受神的祝福 在生活中 心中有神 跟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在神的道理里面 快活度日 相信 我们的生命 是充满神的恩典跟福气 那今天 晚上呢 我们就用 简单的这三点 做彼此的分享 一起唱诗 七十三首 祝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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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